- 疫情持續延遭,你有什麼看法? 保密要緊,沒事都待在家,少出門 - 我要回家! - 嗯,怎麼辦? - 你認為這次的疫情對中國市場有什麼影響? 房仲朋友請保重,因為這次的疫情 絕大多數的社區都已經禁止房仲帶看屋 一定會衝擊中古屋的交易 未來兩個月,我們對中古屋市場 預測試量縮價跌的走勢 預售屋有被您講到嗎? 預售屋基本上是呈現休息或半休息的一個狀態 不少建商自售的案子 接待中心乾脆就休息打烊,暫時停賣 那有許多這個代銷包銷的建案 那接待中心基本上是呈現坐一、休一或者是坐一、休二 一次只帶看一組客戶 所以這個成交勢必量縮 可是價格不見得會跌 所以對於未來到年底前 我們對於預售屋的行情 基本上是呈現 量縮價平的一個走勢的研判 現在是買房子的好時機嗎? 如果你要買中國屋 因為現在的社區大都不給看 你要怎麼買? 就算你要買 在沒有辦法看清楚屋況的情況下 如果你要出手也需要相當的勇氣 如果你今天要買的是預售屋 因為疫情的關係也沒有看物的問題 一切的這個銷售程序都簡化了 所以你這個時候出手 心態上比較像是投資喔 認真講有可能 尤其是那些膽子小 急著低價甩賣出場的 換約型投資客 這時候你就有可能以平轉價 或者是加10萬、20萬 逢低承接他們的案子 他們少賺10萬、20萬 就等於是你省下來的錢 另外如果科技業放無薪價的比例一提高 情況變得嚴重的時候 這時包括已經放無薪價的服務業跟傳產 再加入這股無薪價俱樂部的科技業 這三股購物需求全面下滑時 對房地產市場的買氣一定會造成嚴重的衝擊 這時就是你逢低進場的好時機 不過到時候你要有勇氣進場喔 如果你有剛性需求 財力許可 再加上又能夠交屋的話 建議你考慮持有資產 如果你要短進短出玩換約 因為這時候風險變大 建議你不妨跟家人討論一下 是不是以這個名下 沒有房貸的家人為名義 來投資資產 當然啦 如果你的財力允許你玩槓桿的話 那就另當別論 你要勇敢 如果我想換屋 我該趁這時候換屋嗎 從中國屋的角度來看的話 如果你的財力許可 建議你保留舊屋 然後換到新屋 原來的舊屋可以拿住租人 如果你的財力只允許你持有一間房屋的話 建議你今年先買新屋 明年再賣舊屋 不建議你今年先賣舊屋 明年再買新屋 因為從現在開始到今年底 中古屋市場的行情基本都不看漲 若某人因為疫情而在他家裡過世 那這間房子算送得來嗎 你來我辦公室 我私下跟你說 帥庫 疫情過後 房價會報復性飆漲嗎 疫情終究會過去 問題是要多久 基本上從現在開始到年底 房市會進入一段盤整期 量一定會萎縮 可是中古屋的房價不看漲 預售屋的房價不看跌 住宅周報持續提供你有用的房市資訊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住宅TV頻道 臉書請搜尋住宅周報 LINE手機請搜尋房市大小數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 我們下次見 請問我們下次見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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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